王太帅之前还说 自己是要听真话 绝对不会发怒的 但是现在 听到张野先 说自己一个月之后 就会新租横祸 到时候会即时惨死 哎呀 你这个臭道士 咒我死 我打死你先 等一下 刚才你自己所说 要频道直言相告的 无论对不对听 你都不会怪罪我 为什么你刚刚说完说话 即时不记得 你说我有血光之灾 还会死于非命 有你这样直言相告的吗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弹直祸福 世间人 有哪个逃得过的死字 自古生死等闲事 而且之前施主已经说明 说不怕听真话 怎样啊 我现在说了真话而已 施主你何必发怒呢 那如果我过了三十六岁的生日 那天我没死呢 到那天你必死无疑 如果不是 贫到金元挖去另一只眼珠 作为我说大话 说说错话的下场 好 那是你说的 巴山虎在旁边 你即时加把口说 臭道士 你到时候 如果马路依没发达 要挖一只眼珠 我们老爷没死 又要挖另一只眼珠 两只眼珠都挖了 那你就跟人看不到相了 最多都只能够算下命 贫道的心 都希望施主到时候 能够平安无事 那那时候 就算贫道不见一只眼 又有什么所谓呢 你讲讲得这么好听 恐怕到时候 你就会即时了知大吉 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你 贫道刚刚来到北京城 现在住在大山南前边的常新旅舍 施主可以派人去旅舍那里 拿贫道的行李 就在施主公馆旁边 为贫道找一间旅店 派两个人日夜看守 那对于施主来讲 不过举手之劳而已 到了第十五日 贫道看的第一个相 没有凌的 我自己会挖起一只眼 过了三十一日 贫道讲的第二个相 又不靓 那就请你帮我挖起另一只眼 贫道 绝不食言 好 这个办法好 老爸 现在开始你们几个人 跟我跟着他 他去哪里 你们就去哪里 怎么都不让他撩走 如果让他撩走 我 就挖你一只眼 是 张野仙 扶起马二叔说 我现在要扶这位马路伯 回到他住的地方 他身上还有多少晦气 我要在他住的地方 为他作法驱媒 你们不可以干扰 随从说 你要去个马路伯 住的地方 马路伯 住的是 史坑公馆 里面是臭气 你不要叫我们进去 在门口 我们还要掩住个鼻 只要我们守住门口 你就插翼蓝飞 我们还会进去 那就好了 老人家 我们先去你家 来到马路伯 住的地方 马路伯的伙计 铁柱 已经听到消息的赶到 见到师傅被人打得这么伤 就和张野仙一起 将他扶回厂 但是马二叔 就怎么都不肯躺下 硬硬支撑起身 说要煲煲水 让这位道长喝 张野仙摆摆手 老伯 你个女儿何时回来 我每日这个时候 她帮那位 少奶洗干净的屎塔 就应该回来 好 张野仙 就在随身带的箱子里面 拿了筆墨纸出来 开了一张药方 然后连上一个大药 就交给伙计说 你按照我这张药 去执三剂药 应该很快 回来煲过三剂之后 马路伯的伤势 应该很快就好得翻 马路伯一听 帮他推拿 二伤 隔了一阵 马桂花真的回来了 这个时候 他在外面已经听过 爹今早被人打的事 所以一回来就即时撲向床头 握着马二叔的手 爹 你做什么 你没事 你没事 桂花 不要紧 我没事 没事 被人打成这样 还说没事 真是没事 桂花你快点 多谢这位道长 如果不是他老人家 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马桂花即时 跪在张野仙的面前 多谢道长 救命之恩 张野仙即时扶起他 哎呀 你千万不要这样 赛眉小事 哪里讲得上什么救命之恩 再说 你两父女 就来大富大贵 尤其是姑娘你 将来 一定是贵不可言 我现在帮你们 其实都算是攀龙附逢 马桂花听到 真的觉得很奇怪 道长 你不是因为 急着救我爹 才对皇太帅乱说吗 我 我的这样的身世 有没有可能 我都不想 什么贵不可言 爹发不发达 都不紧要 最紧要 我们将来 都可以有袋饱饭吃 可以 不用担忧没屋住 不用担忧没衣服穿 这样就可以了 马二叔就说 哎呀 桂花 当时道长为了救回我老命 急中生智 偏好这样的说话 来哄王太帅 你都以为是真的 你都不担心 我们两父女 哎呀 这样有什么理由 发得到大声 哄王太帅 那王太帅 好恶势力又很大 你以为他这么容易哄 幸好道长说 十五日之后 他看上线会靓 哎呀 那到时候 让我伤势省美好些了 我就要去找 乞丐帮那帮兄弟联络 下 判了一条生命 我都要等道长的平安 就出北京城 道长是为了救我而已 如果真是因为这样 搞得道长不见一只眼珠 哎呀 我这条老命 那就真是死一百次 都不够负罪了 老人家 你不用担心 贫道怎么会不知道 这个王太帅 凶神恶杀才行 贫道真是 就算有天大的胆 我都怎么敢说 去骗他们才行 一只眼珠来的 当时如果要救老人家 我有很多办法 又何必一定要激怒他呢 这个是智者不为 马桂花一听 真的又惊又喜了 照道长这么说 我们两父女 真的会有时来运转那一天 我们真的会发达 刚才在大街之上 我当着大家面 在这个邻村的上格 我绝对不是信口开河的 现在我就仔细看了 姑娘你的面相 更加证实 我这个想法绝对没错 不过 时也运也 运气这件事 虚虚实实是很难触摸的 有时命中注定 大富大贵 但是 如果你一旦把握不到机会 也会付诸东楼 有时命中注定 太岁当头 空险无比 但是 也都可能因为 你无意中 一个决定 就会绝境逢生 化难为场 那些算命先生 经常说 人 不可以和命运抗争 但贫道认为 事 就在人为 马桂花厅 真是门头无水 道长 你这么说法 是什么意思呢 我真是越听越不明白 将夜线 看一看他 起身 在门那 向外面 看一看 外面 真的没人 黄太帅 那几个随从 因为怕臭 个个掩住 鼻子 走出都不知多远 所以 虽然他们 依然监视着门口 但是依据他们 所站的位置 应该是 怎么都听不到 这边说话的 姑娘 我听说 你在总统府 是负责 帮那些姨太太 赌马桶的吗 是啊 我是大总统 红姨太太房间里面 专门负责 赌马桶的丫头 嗯 红姨太 是不是最受 原大总统宠爱呢 是啊 大总统 最喜欢我们红姨太的了 那你进不进 红姨太的房间 讲得入得了 他每方面一次 就要换一个马桶 他房间的马桶 全部能得我 拿出去洗的 既然大总统 最宠爱红姨太 那么他在红姨太 房间过夜的次数 应该很多的嘛 除了正室夫人之外 大总统一共有 十七个姨太太 但是呢 他每个月 逢五逢十 都是在红姨太房间里面 过夜的 那么如果大总统在房间里面过夜 你早上去红姨太的房间 换马桶的时候 看不看得见大总统 我们换马桶要去到很早的 我和红姨太换马桶的时候 大总统在床上还没起身呢 那就可以了 你想不想很快就变得大富大贵呢 道长啊 所谓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谁不想富贵呢 好 只要你够胆 而且按我教你的说话去做 你的富贵 即时就可以从天而降 哈 道长啊 你不是 不是要我行刺大总统啊 少女子 怎么都没有过这样的胆的 哈哈哈哈 吓得你啊 行刺大总统只会被人处死而已 怎么会大富大贵呢 我要教你的办法 讨好大总统 讨好大总统 没错了 天下间的人 现在很多都想讨好一下这位大总统的 只不过找不到门路而已 有人有门路 但又不知道办法 我教你的办法 可以讲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只不过 虽然可以讨好大总统 但是实行起上来 也都要有点胆识和定力 我就想问你 又没有这个胆 道长的办法既然可以使我得到富贵 又可以不怕黄太帅了 我更有胆了 好 你跟我讲一下红尔太房间的格局摆设 红尔太住的是兔间来的 里面有个厄室 红尔太太好喜欢画画的 所以外面有张大桌放着很多笔墨纸线纸张纸画的 马桶就放在外面的房角屋头 挨近房门口呢 有个花架 上面放着一个很精致的花枕 这个花枕呢 还有江西总督送的 听说是送代的慈器 价值千金啊 好 行了 大总统是不是仓初十 一定会在红尔太房间过夜先 今天仓 如果得这么巧的话 明早早呢 你换马桶的时候 就见到大总统躺在床上 那时候 你又敢敢敢敢 第二天 马桂花就像平时一样 拿着个干净的马桶 进来红尔太房间的外间 当他走进去 刚刚好经过 卧室的门口的时候 似乎好像不经意 向里面睬了眼 忽然之间 吓得他面都白了 整室都震了 哎呀 那叫了声就整个打了到地上 他一打低的时候 还撞到靠着墙边的花架 花架上面 那个价值千金的宋代慈器花枕 当头乒乓一声 但在地上都打碎了 听到声音 在里面的卧室之中 就走了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 风之却弱的女人出来 这个就正是袁世凯最宠爱的红尔太了 出了什么事啊 一出来 他就见到地上碎了的花枕 哎呀 肉赤到即时哀了 哎呀 你打碎了我的花枕 你知不知道我的花枕是值多少钱啊 蛇啊 蛇啊 红尔太见到玛桂花好惊地 指着俄西的方向 吓着一跳 蛇 他转转一看 乱说 这儿哪里有蛇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好大条蛇啊 头还生着对角的 身上有轮的啊 哎呀 这条蛇好厉害好怪啊 好得人害怕啊 马桂花在房间里面一喊 有几个侍卫即时惊动了 他们跑了过来 侍卫长马上外面问 出了什么事啊 大总统 大总统 就在这个时候 卧室里面传来一把威严的声音 我没事 你们出回去吧 是 那帮侍卫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看一下地下打碎了个花枕 还有满面京方神色的马桂花 一个个 我不知道怎么算好啊 但是大总统发了命令 就只要慢慢退回出去啦 大总统啊 你快点出来啦 里面有一条怪蛇在树啊 你收声 啪 红尔太一巴就打在马桂花的面上 当然啦 一早就被他吓醒 就打烂了自己这么贵重的花枕 那都不紧要 说什么自己房间有蛇 叫大总统出来啊 如果真的吓到大总统的 那以后他还会经常回来自己房间呢 马桂花 马桂花掩住 马桂花掩住 他就不敢出声 红尔太看到呢 这个时候 那些侍卫 和其他听到声响赶来的工人 就喊他们说 一个倒屎塔的丫头 打碎了我花枕 有几大件事啊 没事没事 回到自己的崗位 等你众人都退出去 马桂花也想撩出去了 慢点 马桂花你不要走 那条怪蛇还在书 我很害怕啊 你打碎了我的花枕啊 这么轻易就想走 红尔太一你放过我啦 我不是故意打碎那花枕的 这个月的工钱 我不要了 我赔回那花枕给你了 总之我怎么都不敢留在书 好得人害怕啊 那条蛇好粗的 还粗过水桶啊 我从来都没见过 这么大条蛇的 哎呀 我宁愿在下面做苦工啦 我都不肯再来这些书啦 红尔太你放过我啦 求求你啦 一边说 马桂花一边哭着 向红尔太叩头添咯 小红红 叫他过来 我有几句说话要问他 进去啦 大总统要问你呀 民女马桂花 扣见大总统 起身啦 共和实行有几年啊 现在是民国 不兴动一动 就跪下叩头的啦 我是大总统 你是赌史塔的丫头 在共和国里面 我们都是平等的 平等啊 你明白吗 不明白 不理你明不明白啊 大总统现在叫你起床 你起床啦 是 马桂花 我问你 刚才你那番大话 谁教你讲 你老实跟我讲 我绝对不治你的罪 什么啊 大总统 大总统问你说话 你还不快点答 我都不明白 大总统是什么意思 大总统问你呀 刚才你说见到这条大蛇 头顶山角身上有轮的 是啊 我见到 我见到啊 大总统说这些是大话 是人家作出来 要你来这说讲的 大总统要你 将作这条大话的人 讲出来 你照实讲 如果不是 你就听身行都行啦 我没讲大话 我真的没讲大话的 我真的见到那条怪蛇啊 我刚才没讲到大话 如果我真的讲大话 那我就不单止这一世 要天天陷人倒屎桶 下一世都要倒屎桶 我 我永远都不能投胎做男人 哎呀 啊 被人发了些这样的事的 大总统啊 这个妹丁呢 在我房间里面 倒了整年屎桶的了 好老实的 就算叫她讲大话 她可能都不懂得讲啦 嗯 熊熊啊 你和我安顿好她 不让她再和任何人 乱讲今天的说话 我明白 我明白啦 马桂花 你进来 再将刚才见到怪蛇的情形 长长细细 跟我讲一次 自从朝早 马桂花一早就回到大总统府之后 张也仙也一早起身 在阳台那里 看了一本 已经发光的古书 黄太帅派来那两个打手 好像亨虾意仗那样 就坐在她的客房门口监视张野线 张野线也都不理得他们那么多 一会儿看书 一会儿看外面的景色 有时呢 总管唱两句小曲 都不知道多么幽灾 就犹灾 不过 这个只是她表面 摆出来被人看的样子 她的内心 绝对不是好像外表那么平静 自从她听关子话 马桂花 做了红仪太 倒屎塔的丫头之后 她心里面就一直想着 如何利用这条线索 为总统府的人提上策字 然后利用这条线索 去改变马二叔和马桂花的命运 那天 她去探马二叔马桂花两父女 刚好就遇到 黄太帅哈马二叔 遇到这些事 就算她还是当年的黑衣仔 她也都会挺身而出 何况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又身怀绝技 怎么会就手旁观才能 就在她想着要帮马二叔手 对着黄太帅的手下大开一声停手的时候 忽然之间一个很大胆的念头 在她脑海里形成 她当众宣布 马二叔是一个即将发迹的大鬼人 而她的发迹会震动天下 而且还宣布15日之内 马二叔就会发达了 如果不是 她宁愿挖了一只眼 甚至 她跟黄太帅看上的时候 又当众宣布 黄太帅未来一个月 零一日 一定会遭受血光之灾 死于非命 如果不是 她就挖了另一只眼 其实她这样说法 都是有点输倒 我们下界刚才说法 《但是我是赢老太山一山》 我们下界随着